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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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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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Ohio 杨茜茜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inclusi 你好了吧 好了 老头 咱们世代守的这个封印 你说魔王之子真的还在里面吗 这么多年了 但凡有点能力 肯定又跑了吧 就跟我爹娘一样 只要封魔山的封印在 魔王之子就跑不出来 那这么多年 魔王之子都在里面干嘛呀 他不吃饭吗 不找人说话吗 他不难受吗 话太多 等魔王之子出来了 你问他好了 问他 等等我呀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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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王之子 受死吧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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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印居然让人给破了 我足宿命终于结束 封印居然让人给破了 封印居然让人给破了 拜见长尉圣主 谁指示主无须多礼 你与明轩一同去了风魔山 怎么只有你一人回来 你们先下去吧 是 是 他是不是出事了 我与金仙行至 风魔山魔王封印附近 那里阵法甚是复杂 我无法靠近 金仙置身入内 我等至今日 只觉阵法乱了一瞬 随后又再次见过 我无法入内 便 便 以我一人之力 实在无法闯入 风魔山封印之中 便先回来将此事抱与圣主 希望尽快找到 解救金仙的办法 千尘阁的子丹仙人 还有几日出关 十三日 等不及了 你去安排一下 我要拜访千尘阁 无论如何 也要求他把明轩救出来 是 明轩 你可千万不能有事 天天让我呆着呆着 我都要呆出蘑菇来了 我都要呆出蘑菇来了 好不容易出点事 我怎么能不掺和掺和 我都要呆出蘑菇来了 我都要呆出蘑菇来了 那是个什么东西啊 是个人啊 是个人啊 好漂亮的人啊 你 放心吧 就出你这么好看的脸 我也不会就让你这么死掉的 我说 让你在家待着 你要去哪儿了 我出去逛逛 看看封印有没有什么事 不过话说回来老头 今天那么大的动静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魔王之子出山了 便当是那魔王之子出山了 你带如何 我带如何 我也不能带如何 他走了 我不还得跟老爷一起过活呀 还是这丫头会红啊 我上山看了 大概是地牛翻了个身震了两下 封印无大案 没什么事 你就踏踏实实在家待着 别到处折腾就行 哦 好 那老爷 没事我去睡了 去吧 可以 开玩笑 去吧 去吧 我去吧 就去吧 去吧 他 来吧 去吧 骗来人 我给你带吃的来了 还活着 你别怪我 不带你去个好点的地方 我也没办法 昨天地动山摇的 我老爷虽然说是地牛翻身 可哪个地牛能翻出 你这么个好看的人来 又不是土地公公翻身 我想啊 这事铁定跟你有关 不知道你是谁 也没法把你往家里扛 你醒了 你是谁 你睁开眼睛 更好看了呢 你别动 你伤还没好呢 多躺一会儿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为何年纪轻轻 功法却如此深厚 我是你的救命恩人 我姓陆名穷自招摇 你可以叫我 陆招摇 倒是个招摇的名字 我老爷说了 人生苦短 就要活得招摇一些 你呢 你是谁 为什么会落在我风魔山剑 昨天的地牛翻身 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我一般受伤 跌落此地 幸亏被姑娘所救 救命之恩无以为报 之后 那你就以身相许吧 姑娘说笑了 我说真的 我从来没有见过 像你这么好看的人 你留下来 我养你啊 好吧 谢谢姑娘好意 可是 我不能答应你 因为在下多事缠身 待伤好之后 便要立刻离开 好吧 那你得告诉我 你叫什么吧 不然我怎么称呼你啊 在下 骆明轩 骆明轩 名字也很好听 夜里天凉 你要是觉得冷的话 就多盖些 我给你带了好多好吃的 你先吃着 我明天再给你带 你好好休息啊 我先走了 多谢姑娘 你先走了 明天见 星星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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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兴奋 星星好吗 双星星好吗 双星星好吗 星星好吗 谢谢 好兴奋 来 谢谢 新来的吧 在我们地方懂不懂规矩 星来的 问你话 听不听得见啊 这 这 是 起开 蠢的 起来你 这么丑 吓死大爷了 来 这些馒头 都拿取分了吧 我放下 干什么干什么 看你们谁敢动 拿过来 以后这个都是我们哥俩的 知道吗 听见没有 说你呢 拿过来 我就是吧 你这个哥们 不敢 你 照亮醒醒啊 听见你 小子找死啊你 你们准备了 快过来 过来 给我打 拿我们东西 不要打你了啊 有没有点规矩你 抢我们东西 抢下了 使劲打 拿着 这小子真扛揍啊 这小子真扛揍啊 今天算大爷心善 赏你个宗门头 走 走了 来了 走 了 找找找找嘛 为什么 我 还 说 这小子 这小子 哦 是 我 我 我就 确认 你 你再来 别老板 别老板 山上摘的 再给我一个 老头儿 你看我美吗 美不美 跟你娘一样漂亮 那就行 晚上不用等我回来吃饭了 来 好点没有啊 感觉怎么样 伤口好些了吗 好多了 怎么了 没什么 就是感觉碰到你的身体 手指麻麻的 你们山外的人 都像你这么漂亮吗 你 从来都没有出过这座山 没出过 你想不想看看 山外的景色 你能让我看到山外的景色吗 我想看 想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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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 好美啊 怎么样 好漂亮 喜欢吗 喜欢 怎么样 抱歉 身上呆伤 你赶紧休息休息 别再运功了 你真好 以前啊 山里还有好些人 我越长大人越少 出去过的人 多数外面的人不欢迎我们 说我们生而为魔 都是坏蛋 但你没有把我当成坏蛋 你只是身体中有瘴气而已 想来是常年在这风魔山之中 受山中的瘴气影响 你的族人也当是如此 这是病吗 病非是病 只是 受山中瘴气影响 你的性格功法 会显得邪气一些 我之前从未接触过你的族人 但现在看来 你的本性并不坏 你怎么知道 万一我就是个大坏蛋呢 你尚未接触过黑白 又何谈善恶 你的眼睛告诉我 你是个善良的姑娘 虽然 你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出身 但是可以选择自己的活法 选择做一个好人 为江湖安定而活 为江湖安定而活 只有做出这样的选择 我们的一生才有意义 你说我也要这样选择吗 当然 那我听你的话 就能成为跟你一样的人了 跟我一样可没那么容易啊 就算很不容易 我也要跟你一样做个好人 山外的风景那么好看 花花草草都跟你一样漂亮 无论多不容易都是值得的 你 liantes 有童当然 优优独播剁 家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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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赵 家造 家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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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 inspiration 又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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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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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阁主正在闭关 无妨 我先见见他们 锦绣 你素来闲散 不思修炼正经功法 成人便琢磨的助言之术 怎么今日也有空来这千尘阁 助言术难道不是要紧的事 池天明 你看看你那张脸 好了 锦绣公子今日前来 所为何事 都说千尘阁大弟子长得漂亮 我一直未曾见过 今日特来看看 到底有多漂亮 各位门主 我师父正在闭关 千尘阁事务暂有千贤大礼 不知长玉圣主有何要事 在阁主闭关期间惊扰阁主 苏若自知无理 但明轩 身陷封魔山下落不明 我实在无稽可失 千尘阁数法天下无双 烦请秦公子 请阁主出关 金仙对我有恩 长玉圣主严重来 可在师父闭关期间打扰 会遭到反噬的 秦公子 封魔山瘴气 滋养了不少草野之徒 若放之不顾 空将酿整大祸 其传闻 老魔王将儿子封印在封魔山 尽先顾虑已久 为江湖安定 驱除魔王余孽 如今尽先有难 宗门通了 怎可独善其身 一念为善 一念为恶 若是长玉圣主信任 千尘愿同诸位门主 一同去网封魔山 我大师兄晋德阁主真传 又受金仙典话 恕法以堪真净 朕科姐圣主燃眉之急 如此也好 多谢秦公子了 那事不宜迟 咱们现在就 看也看了 也不过如此 我就不凑热闹了 告辞 这鸟伤好了 我拿吃的过来了 和我一起吃吧 不用 我吃过了 不过 我还是可以再吃一点 多时未必好 可是你吃饭的样子看着很下饭啊 你明天 我都摔好了 你明天 你明天 我都摔好了 真的好了 恭喜啊 我该走了 山外 比这里没很多是吗 山外的世界很大 很美 南州苏堤绿柳 细雨从风 北荒孤烟斜阳 冰霜残雪 日后你若是离开这里 可以去凤山找我 记住 切勿堵入魔道 要做一个正直的人 知道 为江湖的安定而活 对吧 我会做一个好人的 我会做一个好人的 其实你也可以回来看看的 保重 陆明山 等我 等着我 等着我 我一定会去找你的 等我 等我 我一定会出去的 是 是 老头 在做什么呀 听回来的族人说过 外面有个南岳教 能用木头做活物 你不是想要吗 我给你做个活物 陪你玩一辈子 木头做的算什么活物啊 老头 我现在不想让人陪了 我想离开凤魔山 离开 我刚刚偷偷看到了眼外面的世界 好漂亮啊 蓝天 鲜花 吹进来的风都是新鲜的 外面的树都好粗壮 一定能做非常棒的拐杖 比你这个好多了 我要出去 去更大的世界 见更多的人 我要做一个造福江湖的好人 你要想离开凤魔山 就必须要亲自打开结界 自施其力啊 当然 我一定会凭自己的本事 离开这里的 我去练功了 来 圣主 此处就是当日我与金仙走散之处 有结界在此 无法入内 这是上古力量守护的法阵 外面的人进不去 里面的人也出不来 看来法阵的主人 并无问世之心 秦公子 你可能参透 这究竟是个什么阵法 此阵法玄妙 以我一人之力 恐怕难以破解 秦公子的意思是 是我们白来一趟 末竟是一趟的 那么我们的阵法 我们的阵法 来 那是阵法玄妙的 人才能够想出 被封印的魔王之子 却不慎被封印所伤 令魔王之子逃脱 敏轩 你生事如何 无碍 只需一些时日休养便可 只是魔王之子一事 不能耽搁 此次长大之后 必定危害江湖 务必将其抓住 除之 斩杀魔王之子 我宗门择无旁贷 只是不知这魔王之子 是何面貌 有何特征 我等不知如何辨认 脸上有恐怖倾痕的少年便是 好 我即刻回宗门 便派人去查探 待师父出关之后 千贤一定禀报此事 有了二位了 我先送你回凤山养伤 到记住70年里 干提了 三哥 没故随 你的 你 这封印安静了千年 连屁都没放过一个 没想到 这还憋出了个大的 既然魔王之子不在了 我和周瑶真是没有必要 继续留在这封魔山 可这外面的花花世界 不比这张气满处的 封魔山安全多少啊 我是万不想让周瑶离开 周瑶太像她的母亲了 热烈冲动 我真是怕这孩子 像当年她娘一样 可是我要硬来 又怕失去 我这唯一的白孙女 孩子长大了 就让她飞吧 我这边的白孙女 好 好 在前面 快追 站住 叶小舟还不速速救擒 速速救擒 速速救擒 站住 别跑 快追 快追 站住 别跑 就是他 带走 带走 圣主 迟迟是有药士兵报 你先下去 是 长御圣主 迟迟是有何药士兵报 我宗门门下弟子抓到一少年 疑似是魔王之子 金仙自从上次伤众归来之后 一直在调息养伤 稍后 我会把这件事禀告给他 魔王之子如何 金仙 昨日在风魔山外的树林之中 我门下弟子勤住一少年 年纪 容貌 身形 还有脸上的轻痕 皆如金仙所言 你且将那少年 带到千里进前来 是 是的 那金仙还要再去风魔山吗 金仙如今练功疗伤 正逢机遇 不日就要突破上一层次 并不宜走动 不如等金仙工程再行处理 你们且派人看好这少年 不必 魔王之子 乃我宗门宿敌之子 人人得以诛之 只要待我宗门各派聚齐 将其就地诛杀 不必等我 此重任怕是要落在 持之事身上了 此乃荣耀之责 我必择无旁贷 如此便有劳持之事了 是 明轩 为何如此心急 等你伤愈之后自行斩杀 不是更为妥当 魔王生前阴险狡诈 想必妻子也好不到哪儿去 早些动手 免得夜长梦多 明轩说得是 你帮我通知宗门各派 鄙视他们需得在场 养我宗门威名 圣主 金仙身上有伤 切记侍奉的茶 不要泡得太浓 屋里的香点了半个时辰 就歇一个时辰 不管什么动静 都要小心听着 切记 不可大意 是 明轩这次为何有些稳不住身 难道 她在枫魔山遇到了什么事 她在枫魔山遇到一枫魔山遇到的 他们都要以为是哪儿能让下山遇到的 便宜 你要是能打开 那你就去吧 我这次去试试 不动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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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